1月3号是新版条例实施后的第三天 杭州市下城区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 在某医院住院部巡查时 发现并查处了以违规吸烟者 这张50元的罚单 是杭州市控研条例实施以来的首张个人罚单 在另一所医院的楼梯间转角处 执法人员同样查处了一名在室内吸烟的男子 一句是杭州市常处条例控研条例的第九条 所发一句是25条 罚50块钱 而在这家医院 一医生办公室内的花盆里 执法人员发现了密密麻麻的烟头 执法人员随即依照条例 对医院开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 要求医院自查并给出说明 确定违规将会对医院处以2000元到5000元的罚款 医院里的话 他也应该建立他自己的制度 包括建立自己的组织 包括安排一些控研员 一方面是劝导病人 或者说是家属不实验 另外一个对自己的医生也要进行监管 据了解在禁烟令实施后 将有执法人员不间断的对公共禁烟场所进行巡查 对有违规的个例可进行处罚 并对巡查场所进行通知审改 按照最新的规定 对个人违反条例的情况 可以处以50到200元不等的罚款 对于场所违规的情况 可以处以2000到20000元不等的罚款 说原来呢是如果对于一个违法的行为 那要先进行警告 拒不改正的可以给予处罚 那现在在劝导警告的同时呢 也可以进行处罚 那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容易 处罚的一个情况呢 是要记录到信用档案里面去的 也呢其实也是比较严格了 值得注意的是 电子烟也列入到了新版控烟条例中 也就是说在禁烟场所抽电子烟也属违规 公共场所其实吸烟最大的危害 还是对周围人群造成的二手烟的危害 那么电子烟跟其他的一般的烟草制品是一样的 就是它的烟物里面同样含有有害物质